请启动 2025双北市庄运进入倒数200天 彩绘列车正式亮相 除了有可爱的吉祥物壮宝外 车厢内部设计更具巧思 展现各种运动项目 像是网球 篮球 举重等 并与日常生活结合 更特别设计市庄运金牌手拉环 希望乘客在通勤途中 也能感受到运动的力量与梦想的坚持 彩绘列车将行驶于淡水性异线 及板南线 乘客透过车厢内的QR Code打卡报名 还有机会抽中撞宝吉祥物 这次的活动就主要是 透过我们市庄运的彩绘列车 然后跟我们市庄运做一个结合 那这个彩绘列车 我们要感谢我们设计师真的很用心 我们跟日常生活 跟运动做一个结合 譬如说刚才下一个车厢 有一个举重的 它还有一个举大冬瓜 那还有整个炒菜跟网球一样 都可以做蛮好的一个生活上的连结 那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样的活动 希望鼓励大家来运动 鼓励大家养成终身运动的习惯 那刚好很难得 我们台湾的第一次 也是亚洲第一次的世界状态运动会 在我们双北举行 那我们场地不只是双北而已 我们还有宜兰 还有桃园 还有新竹县市 有六个县市 69个场地之多 那我们希望民众鼓励大家 一起来运动 跟世界做接轨 然后也可以做文化交流 大家可以做一个城市的观光 也可以做跟国际做一个蛮好的连结 我相信这个盛会 一定非常精彩可奇的 那希望说 大家一起来报名参加 世界状态运动会 最主要这个彩绘列车 最主要目的是希望说 鼓励大家了解一下 市状态运在双北来举行 那这第一个概念 那第二个概念就希望说 大家透过进到车厢里面 很多的运动 其实跟平常的生活 是可以做连结的 可以激发你运动的习惯 运动的热情跟热血 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 养成中间运动习惯 也训练来报名 我们世界状态运动会 所以在每一个手把的扶手上面 都可以看到有金牌 所以无论你在搭车的任何时候 你都可以像台湾之光一样 握着金牌 前进到你的目的地区 那我们也让撞宝的形象 在整个列车上面出现了 不管是列车的外观 或者是窗贴 都可以看到撞宝的样子 甚至每个朋友的后面 有孔形贴 孔形贴的话是 我们用一个比较创意的表现方式 去让每个运动 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结合 像大家背面所看到的 那个是在厨房里面 炒菜的样子 可是为什么会炒菜呢 因为它就跟网球一样 它会需要一些巧劲 如果大家可以往后看的话 就可以看到设计上的巧思 其实我们车厢做了总共有三节的全包地贴 那这些地贴都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运动有关 比方说像是网球的话 你就可以在地板上找到 除了网球以外 还有厨房的洋葱跟平底锅 那后面还有更多更精彩 上面也有整个网球在运动的轨迹 所以希望大家在搭集运的时候 都可以意识到 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 都可以成为下一个市状运的金牌登主 2025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执行长林哲宏表示 市状运结合运动文化城市观光与国际交流 是台湾与亚洲首次举办 目前国内有超过两万五千人次报名 国外超过六千人次参与 最高零报名者为103岁 现在报名目前一共两万五千人报名 那国外将六千多人报名 那因为他一个人报名的部分 他可以报最多三个种类七个项目 那目前已经三万两千多人次 已经报名在我们市状运里面来 真的不容易三万两千 比奥运会一万零五百 比亚运会一万多 比世界大学运动会还要多 那所以我们战战兢兢希望把这样的活动 把它办好 也欢迎各界的一个外国朋友们来到台湾 然后喜欢上台湾 也蛮好的做一个所谓的台湾的行销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们报名还送什么各位知道吗 我们后背包 还有运动毛巾 很大的毛巾哦 70乘以140大毛巾 还有呢 运动水壶 还有纪念T恤 还有如果国外的朋友们来报名参加 我们来送他一千两百块油油卡 这个吉祥物造型油油卡 可以到处 到处我们可以坐捷运啊 消费都可以 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 我们报名结束到什么时候 各位知道吗 明年的二月十七号就截止了 欢迎各位朋友们 鼓励亲朋好友一起来报名参加 这是台湾的第一次 也是亚洲的第一次 只要满30岁就可以报名参加 只要你对运动有兴趣 这个运动蛮好的 就可以养成你终身运动的习惯 而且如果你小时候没有参加国序赛事 当不上国手没有关系 这场的比赛可以跟世界接轨 因为我们目前已经有来自126个国家 已经有报名了 这人数蛮多的 那希望说我们大家一起参与这个社会 双北市庄运将于2025年5月17日至30日登场 无需选拔凡年满30岁者皆可参加 让热爱运动的朋友有机会站上国际舞台 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同场竞技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